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看 白云飘过 满山花朵 知道追求什么 儿时的真空 成长的梦 在高楼 是你画的彩虹 洒满了天空 是你画的彩虹 洒满了天空 是你 给我的力量 让我 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 我不怕风雨 去追逐彩虹 是你 给我的力量 让我 飞上了天空 因为你 我放飞梦想 去拥抱彩虹 我 飞上了天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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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汗衣域 探卫我的爸妈 我唯一的妹母 绝不让任何人 奪走这一切 爸妈 原谅我不跟你们联络 我没有忘记你们 我只是要想清楚 该如何夺回这一切 不只是亲情 还有我的爱情 而现在 爱的错白 就像跟钉子一样 深深扎在我的心里 让我无法不面对 但我绝对不会被踏倒 我的爱情故事 只能由我自己来书写 我要他气我 他就该气我 我要他浪漫 他就该浪漫 我要他轰轰烈烈 他就该轰轰烈烈 谁也不能绣了 我其实 要不知道这个 喂 喂 下游车小心 您交代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 今天在旧城区 忠浩天他们所召开的东途酒会 一定会有规模扩大的抗议活动 包括他们的工程 也不会顺利展开 您就放心吧 一切都不成 很好 这些钱 我稍后会给你 妈妈帮你去找爸爸好不好 这一次 我们要让爸爸知道 亲戚是一辈子都不能忘的事 有事 我回来了 我买了菜回来 一会儿给你做饭了 不用了 你把东西收拾一下 我要回家 回家 是 我要回家 回我的家 回我和浩天的家 你帮我好好照看 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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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啊 浩天 是不是因为我记把握的事情 有名正长来抗议啊 肯定是文化保护协会的 我下去看一下 那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 周先生 关于文化保护协会的抗议 你有什么办法 严重抗议得如此激烈 贵公司还是决定要强力拆除 旧城区培计遗址吗 你们真的只是为了赚钱 不懂得尊重文化吗 请您来一下吧 关于旧城区改建的问题 我们一切合法 并没有错 谢谢 印度绝聚 不敢 information 旧城 海陆 求警 好 我 闺 罢 今天状态极佳 做出来的料理实在太美味了 李恒 你还有心情做这些料理 外面的人已经闹到天翻地覆了 你为什么不去处理一下 那是钟浩天的事情 虽然这是浩天之夜的场子 可是由我们公司来承建 如果不能动工剪彩 这样对我们公司损失很大了 知道吗 伯父 怎么了 你没看到外面抗议的人吗 这样下去 我们的工程肯定动不了工 所有的剪彩费用我可都支付了 这个李恒 你看看哪有一点总经理的样子 我不说了 那是钟浩天的责任 他会想办法解决 你这是什么态度 伯父 伯父 你先不要激动了 李恒的意思是说 现在大家着急也没有用 不如等浩天来了之后 我们大家再一起想办法解决啊 你这个孩子太令我失望了 浩天 晨晨 现在外面的人把公司团团围住 我们的酒会和动土年龄 还能正常进行吗 怎么 说这话是不是又想一走了之了 这种事你又不是没做过 你简单啊 脚踏好几处大不了回香港去 又把烂摊子摔给我们浩天处理啊 妈 我说错了吗 要不是阎明忠 你爸爸也不会死得这么早 这个车我忍了这么久 我就是想看看你这次在新的合同中 他有没有点担当的 结果你看怎么样 他还不是全推给你啊 我这不是推给浩天 我是在找浩天商量 这件事情如果不解决好 对我们两家公司的损失将会是很大的 再说 我把所有的资金都压在这个项目上吧 嫂子 这个厉害关系你是清楚的 哼 嫂子 说得这么好听哪 不敢当 妈 你千万不要这么说话 立衡 我们走 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吧 好 我们商量一下 我一看到姓妍的就晦气 妈 不管怎么样 您现在先不要生气了 虽然我不知道 你以前跟严董市长有什么误会 但是毕竟他跟浩天现在是合作伙伴啊 我们应该一起想办法解决才对啊 哎呀 哎呀 你懂什么呀 不懂就别瞎岔子 说来说去都是你呀 我但没有帮夫运 还把惠奇带到我们仲家来 伯母 你怎么可以说他没有帮夫运呢 真正嫁给浩天的时候 我爸也是给了他很多嫁妆 这样算起来的话 应该有很多钱了吧 是 我就是冲着夏董市长那些钱 要不然 你以为我会有那么宽宏大量啊 我会娶一个残废的媳妇 嫁到我们仲家来啊 人家娶媳妇 都是过来帮忙的 我呢 我娶媳妇 是给我添乱 算了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 不要管她了 反正她就是对你有偏见 这跟你是不是好媳妇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天妹 真的谢谢你啊 这段时间 你一直都陪在我身边 就像我的好姐妹一样 很开心有你这样的好朋友 我们本来就是好姐妹啊 我爸都已经说了 杨柳阿姨走了之后 你就是她的女儿了 不行不行 大家不要这样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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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我们还是先把场面控制一下 诸位媒体的朋友 我们愿意回答你们的问题 我们到外面去说吧 好吧 各位各位 大家听我说 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文化的保留 但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只是守旧 有些牺牲和舍得也是必须的 诸位 俗话说舍得舍得 意思也就是有舍才有德 我们是想要我们的城市 尽快地和国际接轨 使我们的城市能成为一个更好的城市 是啊 我们真的很有诚意愿意和大家沟通 来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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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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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计 也计 别紧 要打开 往后退 往后退 王爷 让他起来 王爷 让他起来 快点 富天 好久不见 我回来 大家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啊 不要紧 怎么回事 我刚刚明明看到阳山 难道是我眼睛花了 这儿 怎么样 你现在安安去住下 我还有些事情要做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你按照我说的去做就行了 怎么做 为什么 你都不需要过问 师父 开车 天门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现在还是一样 可是现在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我怕再这样一直下去会有麻烦的 都是我 眼睛看不到 也不能帮浩天 让她一个人去面对这么多人 我这个当妻子的实在太失职了 你不要这样想 这也不能怪你啊 你现在才知道啊 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妈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您能不能别 我们还是跟你想办法解决问题吧 你以为我不想解决啊 你要是有本事你现在就去解决啊 别闹得东家败落 连累西家发作的 闹得浩天这么一个大公司 就这么垮下去报不下去了 天门 你可不可以把浩天的图纸 讲给我听 当然可以啊 这是一个商注混合的造证计划 主建筑呢 是从东边开始 延伸到小区的中央 呃 这个地方呢 一共分十栋三十层以上的建筑 中间的部分呢 是大型的动物商场 规划有游泳池 健身房的设备 呃 左边呢 是一个雕塑公园 结合了一个运动场 那要拆除的古建筑在哪里呢 哦 古技能 就在整个小区的中间 也就是横跨主建筑及商场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拆除古技能 根本就没办法 我有办法了 天门 马上带我到抗议现场 我跟大家讲出来 可是现在外面 真的有很多人 我怕你会有危险啊 哎呀 我现在最害怕的是 后天过不了这一关 其他我什么都不怕 快走 好 快 大家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我已经说过我们一切合法 难道我一定要叫其他来赶紧走吧 大家不要吵 不要吵 快 冷静一点 他们有什么东西 我们一切合法 都是弱的 我可以忍住 大家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好不好 我们可以伤掉 好天 这怎么回事啊 他们有什么东西放 我们一切都反应很强 我们的东西 冷静一点 冷静一点 这真的吗 你怎么吃的 快进去啊 不用 不用快 还有这了 脾 avent 脾腻 脾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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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噴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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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噩嚼 ь咱老师 如果各位都想保留下古迹的话 就先安静一下 钟太太已经想到了一个很好的方法 请大家安静下来 听她说好不好啊 有什么方法说呀 对啊 说说啊 说是 说 大家 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 听我说好不好 首先呢 我要感谢文化保护部门 以及大家对古迹保存 不遗余力的付出 历史不应该被轻易地更改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今天和明天 都是由昨天积累而来的 没有老祖宗也不会有我们 老祖宗的东西 的确是我们的根 我们虽然要前进 要迈向未来 甚至要跟国际接轨 提高水平 但是如果没有了根呢 那就好像一个花瓶里面的花 它会变得枯萎 无法茁壮 那这样的前进也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 我已经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浩天之夜 也愿意为文化的保留 做更多的付出 哪怕我们会重新修改设计图 也在所不行 因为我的丈夫钟浩天 绝不是一个只知道利用土地致富 而不知道对土地感恩的人 你说修改设计图 不 珍珍 设计图不是说改就改的 当初客户买的就是这份设计 我知道 可是浩天 如果我们可以想办法 让客户的评数不减少 让他们的利益也不受损 同时又可以把古迹 改造成新的文化中心 跟那个原本的雕塑公园结合 那不是无形当中 就提升了整个小区的质感跟价值吗 房子一旦有了价值 那价钱自然就会水涨船高 哪有客户不愿意 为自己的房子赠值呢 这个我还真没想过 我一直觉得合约签了 就不能随便改动 但是房子的价值提升了 客户的确也会收益 对啊 哈哈哈 那叫做个人 小子 浩天 你告诉我说 你说什么呀 你什么呀 他家听我说 古迹 我决定不拆了 是 我太太她说得没错 花草的亿根不能终张 我愿意为了古迹 重新修改我的设计图 古迹保留后 我会交给特定的文化团体管理 定期还会举办活动 这样一来 不仅我们尝试进步了 也可以增加一些文化的气息 好好好 各位 各位 定服地产旗下 有一个基金会 我们愿意承担 这次重责大任 我们要把这个古迹 变成一个文化圆区 好 好 大家跑了 大家跑了 太好了 大家放心了 这样就解决了 放心吧 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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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这是我的好妻子 真是我命中注定的缘分 谢谢 你才知道啊 来 你 这是我的好奇 rabbits 终于过关了 要是搞得无法动途啊 我肯定会被我老爸嘀咕到耳朵痛 你很怕你爸哦 不是怕 是我不想惹他 你也知道 他还有一个儿子 难免会拿来比较嘛 你是说严格啊 那会是谁啊 你也知道他是个工作狂 对工作是非常认真 那不过你也不能这样比较 有些人喜欢工作 有些人会享受生活 我就是那个会享受生活的人啊 对了 你 你爸和浩天的妈妈 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我爸对这两家公司的合作 一直都是这样谨慎 也很紧张 那我改天还是找时间去问一下这个事情好了 要不然啊 按照现在你们两个公司的状况 随时都有可能踩到对方的地雷 这样的话就麻烦了 怎么了 怎么了 你担心我啊 什么呀 去哪儿啊 我要去吃饭啊 今天这个日子很特别 什么特别的日子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 你去干什么呀 我们家自己人吃饭啊 我 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我们现在到底算什么呀 算朋友呢 还是恋人啊 我们交往都八九个月了 到现在还没有邀请过我去你们家 我也搞不清楚 这是什么状况 我也不会说了 可是人家既然都想要跟你结婚了 你也想结婚了 我不是说我想结婚 但是我想 你有些进展 哎哟 你急什么呀 人家颜哥跟小金都已经订婚那么久了 还不是没有结婚 那是因为奶奶生病了 如果奶奶不生病 他们早就结婚了 也是啊 好吗 那你想怎么样吗 哎呀 你说啊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想去我家吃饭是不是 可是今天真的不好了 我刚刚都已经说了 今天是个日子很特别 而且 好了 我直说 今天是我姐生日了 可是你也知道 我姐在浩天结婚的那天 就已经失踪了 所以今天 我爸我妈心情一定很糟 我爸 原来是这样啊 所以啊 你想去我家吃饭可以 但是 过一点时间好不好 我不是一定要到你家去吃饭 我的意思是 算了 我送你回家吧 对了 今天那个点心真的很好吃 尤其是有巧克力的那种 这个傻瓜 他到底是真傻还是装傻呀 立衡啊 对不起啊 我还没准备好跟你再进一步 所以 时候装傻了 好 太太 蛋糕和驴打滚都准备好了 都过了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友善有没有把孩子生下来 这段时间过得怎么样 又在想友善哪 记得友善去年生日的时候 一家人围着他切蛋糕 现在想起来就像昨天的事一样 训练的也不讨厌 然后再次终于要生日的时候 再次终于要不得调 而且衣服扬开 我再试着 吃到你了 妈 我回来了 这里还是我的家吗 你呢 你还是我的妈妈吗 好了 我到了 谢谢你啊 不用跟我那么客气了 记得打电话哦 那我走了 拜拜 拜拜 不知道这一次菊妈 会不会做绿打果 以前每次解过生日 她都做的 姐姐姐姐你要去哪里啊 天梅 你放开我 我求求你放开我 你怎么还会想要走呢 你知不知道爸妈一直都在找你 他们到处登玄严起去 就是为了要找到你 现在连这些记者都帮着一起找 你知不知道你这些日子不在 大家都快急疯了 你到底去哪里了吗 你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天梅 我不是故意的 你根本就是故意的 你故意要起爸爸 你故意要爸爸找不到你 你故意要妈半夜起来偷偷地哭气 你故意让全世界的人都找不到你啊 爸妈那么爱你 那么疼你 爱你爱得连我都觉得妒忌 你怎么可以这么狠心吗 姐 天梅 对不起 我知道我对不起爸 但当我知道自己的身世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根本没有资格 让他们再爱我 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么想回家 但是我回不来 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你在说什么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吗 这里怎么会不是你的家 你不知道吗 不会啊 我走之后爸爸没有把珍珍 接过来做女儿吗 珍珍妈妈不是去世了吗 爸没有把珍珍 接过来做女儿吗 杨珍珍的妈妈确实是过世了 不是 可是爸爸为什么要把杨珍珍接过来呢 就算爸爸答应我杨柳二爷 一定要好好照顾杨珍珍 可是 可是这跟你回来之后 又有什么关系吗 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我怎么越来越觉得糊涂了呢 你不要问我 你请问爸妈 姐 姐 你不会一走 我不是你的姐姐了 天眉 姐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从小关系都这么好 你 姐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 天眉 我舍不得你我承认 可我不是爸妈的亲生女儿 我是抱来的 我根本不信下 怎么会是这样子啊 你在说什么呀 我是说 我不是爸的女儿 并不是妈的女儿 但杨珍珍是 她 她是爸和杨柳生的私生女 这是真的 如果不是这样 我怎么可能无家可归 如果不是这样 我怎么可能争不过杨珍珍 把浩天勾手让人 如果不是这样 爸为什么不支持我 为什么要逼我退让 你要知道 自己的爸爸 居然逼我离开最心爱的人 这是怎样一种痛吗 是追心之痛 不对不对不对 这一定是一场误会 这一定是场误会节 其实这样也没关系 天眉 我真的很想你 想念我们在一起 过的美好生活 真的 我也想理解 天眉 我能见到你就很开心 我不在的时候 你更要孝顺他们 姐 你要去哪里 你不可以再走了 你要跟我回去 你要当爸妈的面说清楚 我根本就不相信 他们会不要你这个女儿 走 走啊姐 走 爸 妈 你们看谁回来了 是啊 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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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她 我 妈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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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杀你 又杀你 妈 我会想你 妈 真的 我会想你 妈 我心里想 光想你想得都心痛 怕你 怕你不开心 怕你胡思乱想乱做决定 这几天 你爸爸折腾 真的好哭 妈 说对不起 跟他说不好不相互 只要你回来就不 回来就不 你看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巧妆 怎么不知道这么多好自己啊 爸 父母 陆珊 妈 妈 回来就好 你妈妈说的对 回了家就不要再离开了 好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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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这段时间 牛山是把孩子生下来了 还是把孩子拿掉 好了好了 今天既然是节日生日 那我们就先吃蛋糕 再吃饭 快点进去 阿姐 走 妈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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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快点 阿姐 快许个约 我希望 我们一家人 可以永远永远都在一起 第二个愿望 我希望以后的每一个生日 都有妈 爸 天美 还有菊妈 还有我所有的家人 一起陪我度过 姐 接下来的这个愿望 不许说 要不然会不灵的 我希望杨珍珍 能早日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跟昊天还有小安安 能早一点 一家的 好 生日快乐 好 我去接蛋糕 来 接一去吧 来 楼上 这是你最爱吃的驴打滚 多吃点啊 你们也吃啊 刚刚姐姐在门外说的那些 是真的吗 她不是爸妈亲生的 真的是这样啊 幸好郑松不知道 养有的是不得有啥 好心 妈 妈这点饭 是肯定吃不下的 好吃吗 晚一点 我得私下都能友善 关于孩子的事 来 吃 多吃点 你们也吃啊 喂 立衡 我晚上要去医院看奶奶 多吃点吧 好 那我吃完饭就过去 拜 吃这个 吃这个 姐 我也给你夹了一个喽 这个也正啊 当然 这就是你的童年 你的过去 你的阴谋 你的谎言 是不是啊 皇后公司查不出你父母的名字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我要去 让这件事情告诉小颜 奶奶 奶奶 不是怎么了 这些惨痛的过去 不是应该早早就烧掉了吗 为什么我就是放不开 就是无法抛弃呢 留着 是为了激励自己 不要再回到过去 还是自虐似的 不肯要自己好过呢 小婧 你 我要去看奶奶 你要不要一起去 怎么了 你很少去看奶奶 好不容易今天晚上有空 我们一块去吧 好吧 你等我一下 走吧 走吧 按摩和唱歌的时间又到了 我是小羽 哟哟哟哟 白白尾巴点点头 一会上一会下 快乐的哟哟哟 奶奶 我每天都过来给你这样按一按 这样的话 等你以后醒了 你的手脚一样会很活络 来 按一下手 奶奶 你这只手 为什么一直紧紧地握着拳啊 你放轻松啊 放轻松 别害怕 奶奶 夏小姐 您别再忙了 老太太的手是掰不开的 我们之前都试过了 可是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植物人长期处于昏迷状态 所以很容易造成肌肉萎缩 或是痙攣的现象 如果这个时候硬是去掰的话 反而更容易伤害到它 所以现在就维持它的正常状态就好了 奶奶 可是如果你一直这样把手握着拳的话 万一你醒过来之后 你的手就会变得不灵活了 这样好不好 我帮你继续按一按 然后你就试着 轻轻把手打开 来 放轻松 把手张开 不要害怕哦 奶奶 轻轻打开哦 来 放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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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好棒哦 放手 有空 奶奶说你怎么没有有空呢 喂 立猴 嗯 好了 好了 好吧 我在奶奶这里等你 嗯 拜拜 奶奶 力衡每一次迟到啊 总是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为了她的料理 嗯 可是又没有办法啊 因为啊 她找到了自己的热情所在 你的热情谁都知道 最好就是吃嘛 喂 你 你 拿着 慢慢吃啊 奶奶 今天好不好 小静也来了 她先去帮你买花了 你这个人也太过分了吧 哪有你这样的 在门口偷听人家说话 噓 这里是公共场所 自言自语还怕人家听 哦 我知道了 你是想把奶奶笑醒是不是 真是用心良苦 用心良苦 我要是有这个本事把奶奶笑醒的话 你还得感谢我嘞 是啊 谢谢你 啊 你干嘛啊 我头发 你被我 最讨厌人家动我的流海啊 不要动 奶奶需要休息知道吗 这花真漂亮 我插上去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力衡呢 哦 她 她临时要去见一个很重要的客户 所以 晚一点过来 这样啊 你们俩交往得怎么样了 如果 有可能的话 我们两对可以一起办婚礼 这样就是双喜临门了 好 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让你出于放松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再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从没有想过自己需要什么 我太过爱你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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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过爱你